都已经是投票日凌晨零点了 川普选前之夜 迟了两个小时才开始 跟前两次大选一样 都选在密西根大吉流程 这回还讲到台湾 川普虽然贺锦丽没人认识 习近平会理他吗 反正都已经全剧中了 川普把拜登陪洛西一次骂个够 川普还说自己这次大选 一共跑了930场活动 而他的对手贺锦丽 选前职业固守宾州废城票仓 丈夫任德龙陪他走完 选战最后一里路 贺锦丽还是没有对川普 指名道姓 主打大团结 贺锦丽的催票王牌 明星战队全来了 有天后女神卡卡 民主持人欧普拉 同场还有拉丁裔的歌手 瑞奇马丁 简直就变成演仗会 最后关键贺锦丽要想尽办法 把基本盘催出来 就能够打败川普保住政权 体会宣众报道